文水清清北京时间11月22日,雷琴克炒挑战勇士,金四杰博弈,在威上,乔治和亚当斯三聚一领下,最终以123-915,先把卫命冠军拿下胜利,需要特别指出之处, 在汤普森引领球队发起反扑时,雷琴一星星突然紧喷成胜负分水领,令杜兰特现无奈冠军,威上11加11加13三双重四中口,格兰特中距离,两位角色球员分别为球队拿下第一选与是比赛斗势,嗯,杜兰特与汤普森对决威上,乔治和亚当斯三聚,其角色球员将成胜负分水领,体现于手节, 杜兰特丹杰十分,汤普森六分,双聚发挥足够出色,乔治七分,亚当斯六分,威上两分抗衡中,格兰特的六分和施罗德的两分击败有些角色球员中,琼斯唯一两分输出,雷琴23比18领先,若上定义体现于四节,汤普森一击中距离,两季三分,个人八分流将比分追至26平, 卡巴特洛又低脚三分,也被达米安迪一击三分化解,决定比赛走势失刻,施罗德成为干鞋者,手转攻强突二加一,左腰位中距离,游击区小趴射,强突游击区上篮,结尾绍回传三分,个人一波四分攻击波助雷霆, 瞬间建立15分优势,而勇士只剩下杜兰特一人独撑,半场战罢雷霆,60比46领先,施罗德三十二加四加四下半场一边在战,不甘心势力的勇士拿出窒息防守,雷霆成员手感也突然断电,汤普森开启超举模式,最,撑的中距离,反击战斗三分, 若伤模式重复延续,在短短的三分钟时间里,汤普森尼引领一波13比2攻击波,将比分追至59至62几三分分拆,面对勇士疯狂反扑雷霆的回应方式,威少上篮,瞧之三分,加方斯布兰一波七分流温式,而后再次进入施罗德时刻,继瞧之三分后施罗德犀利突破再下一程,而后三分再开炮, 反击战结威少助攻在13被剑,瞬间将温差重新扩大至11分,嗯,威少使铁的缺陷是罗德从踢步端补上,莫尖绝诈汤普森被引领勇士反扑,施罗德突破得手,助飞莫埃尔,追身三段再重,引领雷霆始终保持领先优势,迪亚洛意外受伤后,格莱特三分,卡巴特洛败兰,乔治强突得手,18分温差杀死比赛, 杜兰特27加14,至此定格本招比赛,乔治25分9篮板5助攻,亚当斯20分11篮板,威少11分11篮板3助攻三双,是雷琴取胜基石,克杜兰特有27分14篮板输出, 潘普森义有27分4篮板3助攻表现,几乎将三具作用化销之时,使诗罗德32分4篮板4助攻起骑兵之效,令勇士吞下4连百。